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把厚厚的玻璃茶几都炸碎了 我也听说过 此前高铁上有人使用自热米饭也发生了爆炸 所以之后民航局严格禁止自热食品带上飞机 好端端的自热食物为什么会发生爆炸呢 这样吧 我们做个实验你就明白了 这是我们从市场上随机购买的三款自热食物 有自热米饭 自热火锅 拆开来看一下 这是菜包 这是饭包 下面这两包就是自热食物的热源 发热包和水 现在我们打开一份自热米饭 来加热一份米饭试试 打开加热包 放在饭盒的底部 倒上纯净水 将米饭放置在加热包上面 盖上盖子 观察一下 你看 有大量的热气冒出 并且有呲呲的声音证明里面沸腾了 我来摸摸它的温度 这么烫 这个蒸汽其实就是沸腾的水蒸汽 如果特别近的靠近 肯定会烫上 测量一下准确的温度 底部92摄氏度 顶部88摄氏度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温度了 求证记者严格按照说明使用自热食物 最后发现饭盒在不到20秒钟的时间内 急剧升温到90度以上 我们用常识来分析一下 食物和餐具不可能发生爆炸 所以隐患肯定出在发热包上 那我们现在单独来观察发热包 打开发热包 放在容器的底部 把水倒入容器里 观察它的反应 发热包和水发生剧烈的反应 并且鼓掌起来放出大量的热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 盖子上就有一个排气口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把排气口给堵住了呢 我们人为的堵住自热食物饭盒上的出气孔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你看立刻发生骨障 放上之后 立刻鼓起来了 出气孔堵塞的情况下 自热食物饭盒很快膨胀变形 气体从核盖边缘溢出 如果此时饭盒密闭严实 就会有爆炸的危险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丁凯 自热包里面的主要发热成分是生石灰 根据配方的不同 里面可以参与一些 比如说像硅造图 活性碳 生石灰遇到水之后 就会放出大量的热 在使用的时候 盖子上面有一个小的放热孔 大家一定记得把它打开 否则的话 盖子比较严实的情况下 也是一个密闭体系 如果这个时候里面的水包 与生石灰反应 确实会导致爆炸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们再来做一个极端实验 这是一个矿泉水瓶 现在倒入发热包的粉末 当我盖上盖子之后 瓶内就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在密闭空间之内 加热包粉末 如果遇上水 会发生什么呢 准备 3 2 2 2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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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6 5 6 6 7 7 7 8 9 9 7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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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情况下要滑开发热包不容易 所以它还是做了很强的保护的 滑开了 直接倒入盘底 来观察一下 发热包里是一些灰色的粉末 开始倒水 反应之间开始了 我们看到明显有气泡冒出来 好 看到这个反应 明显比刚才要距离很多 因为水和里面的粉末直接添出了 现在放上半 盖上盖子 你看现在这个反应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几乎是不受控制的 滚汤的液体自主全面 非常容易畅当的 大家可以看到 加热包都是用一种非常致密的包装材料进行密封的 可以保证水以非常缓慢的速度与生死会进行接触 这样使得热量的泛出在一个可控的范围里面 如果包装有破损就会导致大量的水 甚至会发生剧烈 就会产生爆炸 高热的这些物质溅到的那种方法会引起车伤或烧伤 那么如果发热包出现破损 同时排气孔又被堵塞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打开水包 准备 倒水 放饭 盖上盖子 撤离观察 盖上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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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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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被灼伤 所以在使用自热食物的时候 要确保两点 第一点 加热包完好没有破损 第二点 排气孔没有被堵住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在使用自热米饭的时候 最好在外面 造一个不密封的塑料袋 这样即使有液体 或者蒸汽喷出的话 也不会伤人 放热孔 大家一定记得把它打开 否则的话 盖的比较严实的情况下 也是一个密闭体系 也有可能发生盖的糖出 蒸汽和水伤人的时间 5月14日 福州一名八岁的女孩 从室内滑梯滑下时 发生左手脱臼 5月20日 该游乐场内 另一名五岁女孩 同样因此导致右手臂骨折和脱臼 同一游乐场同样的滑梯 一周内竟然连续发生 两起儿童摔伤的事件 两名家长认为 主要原因可能是 缓冲地点太薄了 一般室内游乐场的地点 有多厚呢 求人记者 决定对几家室内儿童游乐场 进行调查 这个坡度实在是看懂了 整个看起来有 相当于是90度了 下面的地板是硬的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 这个是硬邦邦的 这个地板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有硬的 硬度的 就是非常的硬 还是容易注意到小朋友 记者观察发现 有的地点用手稍微用力按压 就能够感受到地面的硬度 大约只有博到两厘米的厚度 有的滑梯底端 甚至什么缓冲措施都没有 家长会担心这样的危险存在吗 就是做妈妈的 你们会不会担心 就是他这个滑滑梯 他下来会有危险啊 哪里呢 不会呢 我出来 在安全地板 你觉得滑滑梯 所以他会对小孩会有伤口吗 会有危险吗 没事 还行 还行 这都没有那么厉害 出开了 好玩儿吗 好玩儿 这个滑滑梯呢 可以说是我们最常见 也是小朋友们最爱玩儿的一个 娱乐项目之一了 但是真的有像新闻事件当中说的 有那么危险吗 接下来 猪猪姐姐和我们的小朋友 一起来做个实验好吗 好 欢迎我们的小朋友们 Hello 那在我们的小朋友面前呢 我们做了三个模拟滑滑梯的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呢 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 有45度斜坡的 还有65度斜坡的 那这边呢 是一个旋转的滑滑梯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每个小朋友都会拿一颗小小的鸡蛋 模拟我们自己 从滑滑梯上滑下来 我们呢 会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 滑滑梯的底部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 第二种呢 我们会加上一个薄薄的垫子 我们开始吧 接下来给鸡蛋画画好不好 开始了 每三位小朋友负责一颗鸡蛋哦 选自己最爱的颜色 然后给鸡蛋画上最好看的话 你们的鸡蛋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玩 好 我们每一组先派一个人开始让鸡蛋做滑滑梯 快点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开始 我听到这个破碎的声音 第二个 来 准备 三二 一 扔 哎呀 我鸡蛋又打碎好多了 又打碎好多了 这个都已经蛋清都流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鸡蛋仔们毫无悬念的全部破碎 那接下来 加上一层电色的情况又会如何呢 我们来尝试第二种情况 由于无法少人购买游乐场地点 所以 我们参考调查结果 给滑梯安装了偏厚一些的家用海绵地点 厚度大约为1.5厘米 好 鸡蛋都拿在水中了没有 拿到了 来 我们第一组的小朋友准备 三 二 一 放鸡蛋 哦 我发现比第一次确实要好很多 来我们第二组的小朋友先试一试 来 三 二 一 放鸡蛋 好 我们发现呢 有的鸡蛋是有一点点的小裂痕 有的是完好无损的 那看来呢 这个鸡蛋在垫上了一个小小的垫子之后 确实有好处 但是呢 有些鸡蛋还是有一点点的小裂痕 因为 垫子是把滑的 鸡蛋嘴还厕 哥哥这些疼疼 它就越来越慢 真棒哦 三个滑梯再加上一层垫子后 鸡蛋在滑下来之后 的确得到一定的缓冲 但拿起来仔细一看 还是出现了裂缝 中国力学学会科普部部长 郭亮 那么当那个滑梯做得越来越高了之后呢 它下来这个整个这个重力势能 转化为这个动能 这个能量就越大 所以随之而来 它在末端那个速度就越快 那么当这个速度非常快的时候 如果突然间撞上了这个硬物 或者其他没有受安全保护的这个 措施的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很容易就造成损害或者骨折 专家表示 游乐场的滑梯比实验中的更长更陡 人从上面滑下来的冲击力 比鸡蛋的大很多 所以只靠一层地垫 是没法起到有效缓冲呢 通过今天的实验呢 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滑滑梯 做起来才最安全 你们知道了吗 知道了 太棒了 所以以后呢 我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检查 确保安全才能快乐的玩耍 大家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最后新闻大脚针再次提醒您 带孩子去玩滑梯 最好先试一试缓冲电的后保 如果轻压或者轻彩 就能感受到硬度 就最好不要滑了 另外滑梯也有年龄的限制 年龄较小的孩子 不要玩又懂又长的滑梯 否则容易发生安全事故 接下来我们轻松一下 进入科学下乡计的实验时间吧 科学下乡计这周去到的是 位于湖北咸宁的桂花镇 这个有着中国桂花之象的小镇 在京秋时节那些成团醋拥的黄色小花 会让小镇芳香四溢 而如今时节未到贵树还只能见绿油油的枝叶 不见馋醋的花朵 所以灯兰子决定带领桂花镇南川小学的科学小分队 在实验之前先去季节正当时的桑神地逛逛 一笔看谁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摘满一框成熟的桑神 好吧 好 那我们出来吧 你看这个都快成熟了 太好吃了 哇 你看这手全部都染成了紫色就好像受伤之后涂的紫药水一样 哎 小朋友们你们的手有没有变紫色呀 有 好 把你们的篮子亮出来看看摘了多少了 你也不错啊 你也摘了什么就好了 结束了欢乐的采摘时间 灯兰子和孩子们准备开始今天的有趣实验 谢谢小小姐 我是灯兰子 哇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刘家桥 哎 刘家桥 而且我们身后就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古代的拱桥 那这叫刘家桥 那为什么叫刘家桥 你们知道吗 因为这有信留的还有桥 哦 有信留的 然后还有桥 就叫刘家桥 是不是 有有好几个姓的 又有姓刘 又有姓邓 又有姓张的怎么办呢 不知道啊 那你说说看 有可能这里姓刘的人多一些 哦 姓刘的人多一些 刘家桥村是桂花建保有股建筑群的一个刘姓大村 相传是当年刘备的弟弟刘全迁徙至此 而如今这线青砖植瓦房和村头的刘家廊桥一起 已经屹立在这条小河边400多年了 至今刘家桥村还居住着几十户人家 好 我们言归正传啊 在我们面前呢 摆着一缸水这个水呢就是我们刘家桥下的河水 今天我们的实验跟这个水有关 旁边放了一张纸 一张红色的纸 还有一个杯子 这里有三样东西 纸 杯子和一缸水 问题来了 将这张纸沉到水面之下 然后不弄湿 有没有办法 想一想 我知道 你说 花纸在下面 你放到下面头 我说的是在这缸里头发生 对啊 你这不是脑筋起爪弯 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还有没有别的答案 你说说看 花纸折了 等下就这么好 你放在杯子里面这个盖下去 好 你试试看 好 好 真的吗 都是烘烈 你会说吗 没有 真的吗 是 一点点了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 特别的聪明 已经接近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了 只不过呢 有更好的方法 我们把这个不用折正正方形 这样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们把它塞到这里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仔细看 好 我们把它慢慢拿下来 好 我们把它慢慢拿下来 好 你看这张纸巾 依旧 干燥 好 我们稍微 添一点点放下去 这样好像是不是也没湿 对不对 但是它的水面比之前怎么样 好 好 好 那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它不问湿呢 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我那时候在家里吃完饭 又洗碗的时候 我就没有事 只要把这个弩碗沉到水底下去 几乎一聊起来 发现这里面竟然还是干的 首先要表扬你在家里还自己洗碗 你看是不是值得表扬 然后呢另外呢 你还在这个生活当中发现了一些 非常有意思的科学现象 那究竟是为什么它那个顶是干的呢 因为水和气体挤在一起 它就不会把里面的籽弄死 和小朋友在生活中得出的生活经验一样 其实杯子里的纸团不会变湿 正是因为空气的所在 放进纸团的杯子里含有空气 当杯子进入水以后 杯子是倒放的 里面的空气不能出来 在水压的作用下 杯子里的空气不断被压缩 当杯子中空气的压力 和水的压力相同的时候 水在杯子中就不能上升了 所以底部的纸团 才不会被打失 一根猪骨头也想到了什么 东北酱骨 猪骨浓汤 还是猪骨的灰菜 但一根普通的猪骨也可以成为商人的武器 近日深圳有个小伙子 由于被一小道猪骨 紧紧地刺入了右手拇指 两天后 竟然引发了一场大病 发烧 发烧三十九度 四 当时也没有确诊 就 还是打推草药之类的 到第二天 家属 看到 我就有点不清醒的样子 最突出的症状就是 筋状的非常差 而且患者当时说 自己头痛非常明显 那么他在住院之前 已经呕吐过几次 脖子特别硬 我们预约数据就是 景象强制特别明显 小伙原以为是日常的发烧感冒 辗转多家医疗机构 最终会确诊为 猪骨球区 万能性的膜炎 而且病得不清 再发展下去 可能会影响听力 他右手的拇指呢 当时是一个红肿 还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结痂 这个结痂可能推测起来 可能是前几天 有个外伤的一个过程 那么再进行一个详细的作用 发现它是一个 在宰杀猪肉的一个工作 原来 小伙是猪肉摊的销入人员 此前 由于被一小群猪骨 浅浅地刺入了右手拇指 小伙则发现珊瑚小 出现不多 并用自来水冲洗了一番 继续往目起来 这不禁让人探知 难道这猪骨上的细菌 未必真的胡子之大 而从事这一行销售工作的 是否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呢 这样就一点毛鸣都还是没有 那有办法呢 我们划上来 这个肉还是要买的 这是小鱼呢 我们这个肉都很简易的 比方说 都在沟通中 它划破了一点 把它伸破了一点点 那不是那个感染很严重的 经过采访调查 我们发现 市场上这些卖猪肉的师傅们 被猪骨刺伤 或者是被小刀划伤 这样的情况呢 是非常常见的 可是呢 他们都表示啊 他们都没有出现过 像新闻事件当中那位小伙 那么严重的情况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位小伙被感染了呢 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啊 不小心被猪骨刺伤了 又应该在第一时间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我们去了解一下吧 人感染猪链球菌呢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长江三角洲的部分地区 就已经出现了 首先是驾养的猪 因为这个疾病死亡 而对农村呢 猪死亡以后啊 毅然还是把这个死猪 不省去扔掉 不省去生埋 还要去宰杀 还要去吃 在宰杀过程中呢 猪的血液里面 是有这个裂菌菌的 人呢 手破了 那有这个接猪 或者是不卫生 吃进去这种 没有加工好的 或者是呢 宰杀人员 容易跟猪感染这个裂菌菌 接猪 接猪感染以后呢 人就会得猪裂菌菌感染 包括呢 除了在我们国家的长山脚 这一带呢 四川省也曾经有过这个爆发流行 所以现在呢 一旦有这种疫情出现 迅速地对猪呢 进行生埋 只要去接猪 就可以呢 避免牌 专家表示 新闻中生日的小伙感染这种症状 完全属于一个个例 只要是健康猪 就不会出现这种症状 那么生活中 应该如何预防这种疾病呢 那是一次偶然的一个事件 不是因为是个屠夫宰杀 输入引起来的 环境里面也会有样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需要特别的预防 只有猪感染练菌 有这种疫情出现的时候 这时候呢 我们才要强调预防 一般人感染以后呢 潜伏期可以从几个小时 到两到三天 但是呢我们一般来说呢 猪脸皮肥呢 对很多抗菌药物 都是非常敏感 包括用青霉素 用头包菌素 效果都是非常理想 一般呢 不至于导致严重的后果 但是如果是败血症 或者是脑膜炎 而没有及时的治疗 也会致命 在此 新闻大学真提醒您 保持个人环境卫生 只购买经检易的猪肉 或猪内脏 避免接触有病或病死的猪汁 和来历不明走私的猪肉 如有需要接触猪汁 或生猪肉猪内脏 应该使用手套 处理猪汁 或生猪肉猪内脏和洗手 如手上有外伤 一定要对伤口 进行轻壮消毒 和妥善包扎 一旦有了相应的表现 发烧 脑膜炎的症状 必须到医院就诊 有医生为您判断 今天的新闻大求诊 又要结束了 大家在生活中 遇到的一切传言 都可以在微博上 爱的新闻大求诊 或者添加新闻大求诊 的微信平台 也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调查 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求诊记者来帮您找到答案 明天再见